嗨 我是張君寧 我最近發現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因為我姊姊的小孩 從過年之前就回來跟我們待在一起 她兩歲 所以每天早上我都會被敲門身 咦 早安 給叫醒 然後前天的時候我印象 其實我感受很深是因為 她每天都在家裡就是莫名其妙的大笑 或者自己玩得好像在找寶藏一樣 然後找到什麼看到很開心 然後就一直笑 然後我媽捏就突然問她說 爸爸你在開心什麼 然後她在玩一玩跑一跑有點笑 我媽媽又問她說什麼事情這麼開心 然後我突然就跟我媽說 媽 我突然覺得一個事情很有趣 就是好像小的時候 我們本來生下來就應該對很多事情都會 覺得很簡單的滿足感跟覺得開心 但是可能因為我們長大了 慢慢有很多的壓力 跟很多不快樂的事情 煩惱的事情 所以反而變成當我們在開心的時候 旁邊的人會問你說你在開心什麼 然後覺得好像這是一件 多就是很好奇啊 然後好像值得去發現的事情 但是這個開心應該 從我們內心它一直都存在 或者是可以很容易被發現的 對 所以不知道這件事情 讓我覺得感觸滿深的 然後我覺得每一個人其實我們都有 都擁有快樂的能力跟 她是一個天賦 只是我們忘記了 然後最近又在看一本書我也覺得很有趣 她在講她那本書叫做 親密關係嗎 對 她在說很多其實我們人跟人之間的 互動 到最後的這些反應跟歸屬 應該回到我們小的時候 就是 很多時候我們會跟別人起爭執 會覺得好像 對這個人充滿敵意 或者很多事情被別人 尤其是身邊最親近的人 有一點點冒犯的時候 就會覺得非常受傷 然後採取一個很 憤怒的回擊方式 可能想要defense 或者保護自己 對 但這些 如果溯及到以前 就是因為 可能小時候 在童年的時候 自己的某一些愛 跟覺得自己很重要 需要被 被重視的感覺沒有達到 所以才會產生這樣的感受 然後這些感受 其實在小時候 受傷了之後 一直沒有得到解答 她長大之後變成 你跟所有周邊的人 親密關係的人的一個問題 嗯 對 所以呢 她那本書在講的就是說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當中都 這個世界應該是充滿愛的 然後這個愛 應該會讓我們用選擇 用我們的方式 為了讓愛存在 你跟對方的生活當中 我們應該會選擇更好的方式 去跟對方相處 所以我就覺得 就是這幾件事情都讓我覺得 對耶 為什麼我常常大家在說 我們長大變得不快樂 好像有很多的煩惱 但是其實 我自己的經驗 我並沒有 應該說人生不可能有一點快樂 但是我並沒有太被 很多事情影響 然後 讓自己變得不快樂 可能有從 可以從幾個 幾個例子來說 就是小的時候 我當然也很容易 遇到這種 所有不快樂的事情 就覺得 這個事情不如我的意 那個事情不順我的心 我就會覺得 或者是跟任何人的人際關係的相處 我就會覺得受傷 然後覺得 好像會讓自己陷在那個情緒裡 然後 但是我姐姐以前 小時候有跟我說過一件事 她說 就有一次我們 也是吵架吵得很不開心 因為 可能我們越好要出去玩 然後 我遲到了 我工作晚回來 然後我就看她躺在沙發上看電視 我就說你不是弄好 我們應該要一起出門嗎 她就說 你很晚回來啊 然後我不知道你想想想去 然後那時候看她躺在那個時候 我就想說 我那麼累回來 我現在問你 你還躺在那裡 那時候你不想去 然後我們兩個其實就開始有點小鬧脾氣 然後到最後我們兩個就沒有去 然後後來 就吵得有點不開心 然後她就哭了 她就說 為什麼你總是要這麼硬 她說 如果你回來的時候 你說一下 對不起我遲到了 然後 我們就一起換了衣服出去玩 現在的當下 我們兩個就不在吵架 我們兩個是在 開心的在外面玩 那一樣都可以用樣子的東西 去換這樣的時空 差別只在於你的心念 那個時間你有沒有轉念 那你為什麼要讓你自己人生選擇過這樣的不開心 她的這個 這個大概是我十幾歲 二十歲的時候發生的事情 然後後來一直影響到我很多時候 就是我覺得很 然後後來又包括 我遇過一個易經的老師 然後 那時候也是小時候就會覺得愛心圖不順 覺得自己拍不到自己想要拍的戲 覺得不夠開心 或者會覺得 欸 怎麼我想要的戲沒有 反正就是類似這樣的事情 那後來易經 有一次有一個媽媽的好朋友 她是易經老師 她就在跟我分享人生 她說人生就是春夏秋冬 你沒有秋跟冬的休息 你不會有春天跟夏天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欸對耶 她說所以你的秋跟冬 人在遇到這些時候的差別是在於 你有沒有覺得這是一個 你要沉澱下來去學習去休息的時間 如果你有你也做到了 你的春天跟夏天就會 開百果開美麗的花朵 但如果你沒有好好休息的時候 你其實沒有養分 你到了春天跟夏天的時候 其實你就是 不是最好的狀態 然後我覺得都是這些小事情吧 然後我就會覺得對耶 其實人生到最後都是很多很多的事件 它一直一直在發生 但是所有的快樂不快樂 其實是屬於你自己的心 你有沒有轉念 跟你有沒有覺得 這件不開心的事情 現在發生我就是去處理 處理完了我從裡面學到東西 我之後就是會跨越不同的門檻 那可能我不知道就是在工作的環境當中 還有包括我的家人真的很好 他們充滿愛 我覺得他們給了我很強健的觀念之後 其實我現在並沒有那麼怕 遇到不快樂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人生十八九其實都是不容易的 但是快不快樂並不是事件可以影響你 而是自己 然後就回到我剛剛說的 我這兩天剛好就是看到我家 就是我的外甥女拜拜 他的那種快樂的感受 我就覺得對啊 我們人都是有能力讓自己快樂的 那這個東西不應該把它放在別人身上 希望別人可以讓我們快樂 而是我們本來就自己有能力 好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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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後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